議員,梁國雄議員 主席,立法會的功能有幾個,我們有限的功能 一個就是關於政府財政的問題 今天討論的是現在這個稅務修訂的條例 我也想講講社會民主連線的立場 第一,我們贊成雷進的原則,反對雷退的原則 雖然我們由於政府冥還不寧,屢勸不改 要求政府每人派五千 這個五千派的未必有雷進的效果 但也不至於現在好像政府有雷退的效果 作為一個社會民主主義的團體,贊成派錢 其實真是迫不得已 假若這個議會真是普選的時候 我相信就以人口的構成來說 社會民主的觀念應該在這個議會裏面是多數的 或者是和某一些比較講求公義的議員 會組成一個多數的聯盟 但很可惜 現在我們的選舉的制度 是有三十席的議席 是由功能團體選舉 即是我們痛斥了很多次的小選節選舉 我們看看政府的理據是甚麼呢 政府的理據是說 我們是要幫助那些人 我們說回中產階級 中產階級 被人家兜口兜面 被這個金融海嘯兜口兜面 不停打爬 又放無薪假 又炒魷魚 又經營不得 你們怎樣幫他呢 你幫他那些呢 是生了石來的 譬如你減差響 有上限 省了些錢 要做甚麼呢 如果你真的要幫 這個 即是賦予租金昂貴的 中產階級 或者小資產階級 那你當然要減租 你當然是用你的財政槓桿 是迫使這個業主減租 尤其是大業主 而不是每人派二千元給他們 他會不會退 他會不會退 不單止 經常 要被人看到 是他好似做事 亦都好似 局長那樣 傻強扶躍 就是自己 以為自己在做事 這個是圍觀之道 否則你稍有良心 你都會死 因為你知道自己是錯的 如果你自己催眠給自己 就是我真的在救緊 曾俊華說 喂 我真的看到好笑 他說 金融海嘯真是來 那個後果真是來 所以我們不能不應急採取措施 他在說甚麼 我們真的不知道 金融海嘯 在他二三二月幾 一二月的時候 設計這個財政預算案的時候 是不會來 後遺症是不會現在這樣來 我們政府在說甚麼 我們政府在說政治化妝術 即是說你快死的時候 他說 不要緊 如果你不能死 我還有一碗捉水 你喝不到 我嘔嘔嘔臉 會淋下來 各位 減差響應誰 很明顯 這是第一個 退稅 第二個 你再退稅 給那些人 如果你真的要幫那些人的話 你採入這個社會民主連線 不能不遵折的方案 見人就派 你計到多少錢 那你是否不用再跟我們爭論 怎麼找那些三無五無人事 十無人事 你是不是真的救人 你為甚麼每一次救人 都要用滴漏原理 就是哪個扭斗大些 先滴了下去 然後再轉轉轉滴到下面那裏 你是不是真的救人 你是不是真的救人 我們的堅尼系數已經是0.5以上 0.535 你覺不覺得恥辱 你這個政府是甚麼政府 你的政府是內外債存 無無需付軍費 所擁有的儲備 全無稅收都夠用十二個月以上 是這樣的 局長 你舉個例子 你舉個例子 麻煩 這樣的政府 還要容許一百萬人 生活在貧窮線底下 一個 一個 統治 一個管治 是要講理性的 你今天 非 非不但不以有餘奉不足 還要以不足奉有餘 我現在都講過很多次 主席我不知道有沒有炒股票 你當然沒有 應該 你可能 存款那些銀行都有投資股票 間接都會受害 你銀行會投資的 你這個 港交所 半半聲 炒上炒下 我和 曾俊華 和你你都在那 那天 你可不可以把印花稅 你會 適量地提高 讓有餘者 發財 去計算了的賭博成本之內 抽水 即使 令他們 稍稍付出 以有餘 去奉不足 我講的不足是什麼 就是你講的那些五毫人士 那一百萬 貧窮人口 那五十萬的貧窮勞工 根據小弟 是 不斷以估計 你如果收一整年 都幾百億 最少都幾百億 那你今天跟我們講 就是 我沒有錢救那些人 我們很少子彈 我先不要計算你 放在兵工廠裡面那些子彈 你不用 我不跟你計算那些 因為為了討論方便起見 那你說你那些瘋傳了 不可以動的 爺爺叫你不要動 也好有錢也叫你不要動 那你拿些回來 可以不可以啊 為何會這樣啊 為何有些人沒有錢吃東西 有些勞工做到過路死 有一位 縱門人士 因為屋樓更逢連夜雨 他兒子 幫他找些 交部遮住屋 而中暑死啊 局長 我也挑戰你啊 你那裡跟我住一晚啊 你行不行啊 為何我們的錢 是永遠都是要 肥到蜜都穿不下的人 跟你講 我還沒夠肥 鈴鐺 麻煩人 導致收人 割他的肉 來補我們 你的衝 你明不明白啊 你明不明白 你不實行 Video 是沒有辦法進行這個有系統的改革 你在煤窩那裏殺人家學校 又是說不要浪費資源 你是沒有借這個 因為人口結構的改變 而殺人小班教學 你知不知道因為教育的支出 我們論這個 這個佔資源的比例之低 低到發展在國家裏面最低 所以我們教學師搞成這樣 要戒毒沒有戒毒學校 小班教學遲遲做不到 先生沒有辦法關上學生 學生要吸毒 鎮校兩社工做不到 那你和英修學校都欺負錢來做什麼 那你又在講戒毒做什麼 那你又在講戒毒做什麼